喝茶 好 把手机拿出来 奶奶 为什么要拿手机 家伙好友 线上转账给你 转什么账 我给你一百万 不要赔恒伟继续演下去 奶奶 这不是钱的问题 恒伟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两杯 两杯 不够 五杯也可以 奶奶 我跟恒伟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是感情 还在嘴硬 我没有嘴硬 我是认真的 奶奶 恒伟她很在乎你 你这样一直逼她 其实带给她很大的压力 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不是故意要违逆你的 你能不能暂时放过我们 看不出来啊 你这么会说话 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这个老太婆身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希望奶奶可以再给恒伟多一点时间 让她做她自己 我要是让她继续再做自己的话 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向孤独 我不管 你是为了钱跟恒伟演戏 还是真的爱她 我只想告诉你 一见钟情这件事情 在恒伟身上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恒伟绝对不会那么容易 对陌生人付出真心 我跟恒伟之间的感情 我不光只是说你 是每一个女人或男人 不跟其他的小朋友玩 也不难过吗 为什么不把玩具借给他们 可是我怕他们不还我 怎么会 你们是朋友 朋友也不是每次都会还 恒伟 你怎么那么不信任别人 恒伟对人的不信任 一年比一年重 等我感觉到事态严重的时候 他已经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就连感情也是一样 恒伟交的每一个女朋友 到最后啊 都是女方提出分手 他从来没有难过过 恒伟对外人非常不信任 我以为只要让他结婚了 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就能慢慢地体会到爱 拥有爱 不会再孤单的 他 他怎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最爱他的爷爷 过世以后没多久 父母就离异了 才八岁的孩子啊 极度缺乏安全感 才会造成房心这么重 我这么直白地跟你说 就是希望你能够明白 恒伟不会爱上你 你不要相信他所说的话 在恒伟的心里啊 只在乎家人 不在乎外人 你就不要陪恒伟 继续演这出闹剧了 趁早啊 去找属于你自己真正的爱情 下来了 我今天煮蔬菜粥 你还不要吃 好啊 谢谢奶奶 谁啊 这么早 我去看看 进城 早安 你来干什么 来帮你们做早餐啊 早餐要吃得好 一天才会有好心情 我好像听到门铃声 梁静晨 你早餐想吃什么 松明配抹茶拿铁 没问题 我刚睡醒 是他偷袭我 我帮你了 谢谢 你到底要干吗 我是在想 我是在想 既然我跟恒伟的感情已经公开 就要好好表现 和你家人打好关系 不让恒伟为难 我也会很难过的 我不会接受你的 没关系 奶奶 就请你继续不接受我 你越坚持 我就越能表现出 对恒伟的坚定不移 请挑衅我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